您好,欢迎您走进Math学院的Python数据库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数据库应用开发实力一 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学习了用Python访问不同数据库的方法 本节课将介绍一个最简单的应用案例 即实现一个基本功能的通讯录 要实现一个基本功能的通讯录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个方面就是管理联系人 第二个我们可以对联系人进行分组 联系人的管理包括建立联系人,修改联系人,删除联系人,添加到分组,以及查询联系人 而分组功能主要包括建立分组,修改分组,删除分组 以及为分组添加联系人,查询某个分组的联系人和查询分组 对于这种最基本功能的通讯录,它的应用模型也非常简单 即有一个分组表,有一个联系人表 然后分组和联系人是所属的关系,它们是多对多的关系 也就是一个联系人,我们可以给它多个分组 然后一个分组中也可以包含多个联系人 这就是基本的一二模型 按照多对多关系的一二模型 我们需要建立三张表,一张是分组表,一张是联系人表 还有一张是这两个分组和联系人的这两张表的联系表 所以我们应该建立的表包括联系人表 在联系人表中,主要有联系人的ID,他的姓名 他的家庭电话,办公电话,手机号码,以及备注 我们要建立的分组表非常简单 包括分组的ID号,以及分组的名称 联系表就是两个列,分别为两个参照列 一个是UID,就是联系人的参照列 一个是GID,是分组表的参照列 对于这种基本功能的通信录 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数据库来实现 这里我们介绍使用Circulite3数据库来进行实现 第二种呢,使用MySQL Server来进行实现 首先我们看看Circulite数据库操作的基本实现方法 如果使用Circulite数据库来操作实现的话 就要使用Python的标准库中的Circulite3模块 我们首先应该建立两个类 一个是Contact,也就是联系人类 一个是MyGroup,也就是分组表的类 在这个类中,应该具有以下方法 即新增一个联系人 我们可以使用Circulite这个方法来实现 更新联系人用Update 删除联系人用Delete 以及从数据库载入联系人 也就是从数据库中提取联系人 然后把关系数据库中的数据 载入到这个Contact这个联系人类中 然后还可以将这个联系人添加到某个组 以及通过名字来查询联系人 还有呢,要返回所有的联系人 这是联系人这个类 它所要完成的功能 同样的道理 对于分组这个类 也需要完成大致这些类型 包括新增联系人 更新联系人 删除联系人 以及从关系数据库中载入数据 然后呢,付给这个类的相应的属性 以及添加联系人 删除联系人 和查询分组所属的联系人 最后是返回所有的分组 这就是我们应该定义的两个类 但是这两个类要访问数据库的话 我们还要定义相应的数据库的访问的方法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用SecurityLite3标准模块 来访问SecurityLite数据库 实现这个基本功能的通信录 它的代码 这就是我们这个案例的基本的代码 这个代码中 首先我们导入了相应的模块 包括Python标准库中的模块 OS以及SecurityLite3 然后呢,我们从SecurityLite3中导入了 Connect这个函数 用于和SecurityLite数据库建立连接 为了访问数据库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访问数据库的类 这里面呢,我们定义一个简单的访问数据库的类 并且呢,我们实现了两个基本的协议方法 一个是Ant和Exit 实现了这两个基本协议方法的类 它就是一个上下文管理器 这样呢,方便我们建立连接 然后呢,释放数据库连接 在这个类中,我们看到 首先,它有一个构造方法 在构造方法中 我们给出数据库的名称 也就是SecurityLite数据库的数据库文件名 以及一个空的连接和空的游标对象 当我们需要建立连接的时候 我们调用GetCuzzer这个方法 首先呢,建立数据库连接 然后调用这个数据库的连接 Cuzzer方法返回游标 通过游标,我们就可以访问数据库了 然后我们定义了一个ClosedDB 也就是关闭数据库连接 在关闭之前 我们还要将数据库更新结果进行提交 也就是调用连接的Commit方法来提交事物 最后呢,关闭数据库的连接 在Enter方法中 我们首先调用了GetCuzzer这个方法 也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定义的方法 给这个类的属性 Connect以及Cuzzer付给相应的值 这样呢,我们就相当于建立了相应的连接 当我们退出的时候 就调用ClosedDB这个方法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关闭与数据库之间的连接 这就是我们定义管理数据库连接的类 在紧接着第34行开始 定义了一个初始化数据库的函数 这个函数一开始 我们定义的是SecureScribe的这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字符串呢 其实就是建立关系数据库表的相应的 Secure查询语句 主要是用来创建表 CreateTableContact 那么也就是创建一个联系人表 然后呢,是创建一个分组表 最后呢,是创建一个联系表 然后我们通过OS模块的pass点exist 来测试这个数据库是否已经建立 如果没有建立的话 我们再建立这个数据库 如果已经建立了呢 我们就不再建立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使用这个MySQLiteDB这个类 它的使用方法 就是上下文管理器的典型用法 使用withs这个结构 然后呢,返回这个DB 这个DB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游标对象 然后我们用游标对象的这个方法 来执行这个SQL查询语句的脚本 这样呢,我们就初始化了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联系人这个类的建立方法 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构造方法 并且呢,给联系人这个类一些初始化的参数 初始化的参数实际上就是表中对应的某一节列 比如NAM,家用电话,办公电话,移动电话,以及备注等 而且都有一个默认值 然后我们分别建立这些列的实例属性 对应这些列 最后我们调用了self-change这个方法 self-change这个方法呢,在这个类的后面 它主要用于标记当前的类中的数据是否发生了变化 比如我们已经从数据库当中载入了相应的数据 但是呢,我们又更改了它 此时呢,我们通过change这个方法来知道这个数据是否更改 然后我们定义了self这个方法 self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就是将一个新建的联系人保存到数据库中 它的基本方法是从当前对象的实例方法中获取这些属性 然后呢,将它进行处理 处理完以后呢,使用secure查询语句 insert into将相应的数据持久化到数据库中 那么关键是执行这个secure查询语句 将数据持久化到数据库中 当持久化完毕以后 然后呢,我们再次调用游标对象的xq的方法 来从数据库当中将这个数据查询出来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主要查询的自动产生的这个数 也就是ID号 然后呢,将ID号取来以后 复制给这个类的实例属性ID 这样呢,ID号就是实际的数据库中的ID号 而不再是不一了 那么这就是sev这个方法 和它所完成的功能 下面我们从96号开始 定义的是联系人类的update方法 也就是更新这个类 那么更新类的原理就是 我们建立这个类以后 如果我们重新给它进行复制 也就是从数据库当中将这些数据 削取出来以后 如果呢,我们改变了这些这里面的数值 我们就需要将它持久化到数据库中 此时我们可以调用pintech这个类的update方法 那么我们看到update方法 实际上就是执行sev这个查询语句 update将相应的数据持久化到数据库中 这是update方法 从第112号开始 我们定义了load这个方法 load这个方法 通过用户的id号 将持久化到数据库中的数据 重新取回 然后呢,给类中的相应的实例 属性进行复制 那么下面这个方法 loadfromname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通过类的另一个实例属性 也就是姓名 来从数据库中查询 那么查询呢 也就是wellname等语 那么也就是查询这个 指定名称的联系人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指定名称联系人 相应的数据 重新复制给这个类 因此 它的作用就是通过姓名 来查询联系人 get by name 实际上呢 也是通过姓名 来进行查询 获取联系人的相应的信息 但是这里面直接返回的 是联系人的所有信息 而刚刚呢 这个方法 它的主要作用 就是将数据 载入到类中 那么delete方法 就很明显 调用delete方法 从联系人这个表中 删除联系人 并且呢 删除这个联系人 在联系表中 它的存在 这是delete方法 那么all方法 就是直接 知情 select信 from connect 那么将返回 所有的联系人 相应的数据 最后是 add to group 那么也就是将 这个联系人 添加到 某个组中 那么我们在添加的时候呢 一定要给出 这个组的ID号 然后我们使用 insert into 也就是调用 数据库优标的 execute的方法 来执行 selective查询语句 将相应的数据 插入到这个联系表中 这个联系表的名字 就是contact group 最后这个方法 change 也就是用来标志 这个类当中的 实力属性的值 是否变化的 第二个我们需要定义的 就是group 那么同样呢 在group这个类中 我们首先定义了 构造方法 而group这个类中的 构造方法中的 name 就对应分组表的name 它的对注 就对应分组表中的 备注 而它的ID号 我们默认 给它复制为-1 然后呢 我们还定义了一个 contact 这个实力属性 它是一个空的列表 那么这个空的列表呢 就是用于 只是当前分组 它具有哪些联系人 然后同样呢 我们为group这个类 定义了塞舞方法 通过调用油标的 execute方法 来执行 这个查询语句 insert 将相应的数据 插入到分组表中 最后呢 我们还要从这个分组表中 查询这个ID号 并且呢 复制给这个group类的ID实力属性 这样呢 我们插入一个新数据以后啊 它的ID号就返回到了这个类中 这就是塞舞方法的作用 那么update方法 同样呢 适用于更新相应的数据 那如果我们需要修改 这个组的名称 我们就可以调用update方法 来进行更新 这里面呢 我们更新 实际上呢 在这个位置 也有调用 它主要是用于 当我们将这个分组数据 已经保存到数据库中以后 再次保存 就不能使用塞舞 而是要使用update 也就是更新 分组的相应的数据 然后是load方法 与contact类 是类似的 也就是通过ID号 将相应的数据 从数据库当中 用select语句 将它查询出来 然后复制给group 这个类的相应的实力属性 delect方法 就是用于删除分组 删除分组的同时 我们将联系表当中的 一些相关的信息 也应做删除 然后是loadframname 我们通过分组的名称 来载入数据 这样呢 我们同样也是将它载入到这个类中 接着是返回 这个所有的分组 同样也是通过 执行优标对象的actute方法 来执行select查询 然后呢 将所有的数据全部返回 第249行 开始我们定义的是 add contact方法 这个方法呢 用于将 指定的联系人的ID号 加入当前的这个组中 同样呢 我们还有从组中 删除联系人 那么删除联系人 实际上就是操作这个联系表 从联系表中删除以后 那么这个分组中 就不存在这个联系人了 然后是返回 所有的联系人 也是通过这个分组 来查询 获取返回所有的联系人 同样 我们需要通过 select语句 来进行查询 这就是group这个类的实现方法 我们定义了一个 info独立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是从所有的数据库中 来查询数据 并且呢 将每一条数据显示出来 前面定义的这些类和方法 包括MySQLiteDB 以及contact group等等 我们可以当成是 这个小项目的 后台 也就是 如果我们前台 需要执行相应的数据持久化操作 以及从数据库中 来查询获取数据 就要使用到这些类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对这个后台程序的测试 在这里测试代码 主要放在if的后面 也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 主模块来进行运行的话 它就可以进行测试 首先 我们在这里面定义了联系人表中的相应的数据 也就是定义了一些联系人 这里面呢 一共定义了六个联系人 包括他的姓名 以及相应的电话号码 备注等等 然后呢 定义了分组表 这个分组表呢 包括分组表的名称 这个备注呢 我们没有给它相应的数据 然后我们调用前面定义的这个函数 来出此化数据库 这里的出此化数据库 其实就是创建相应的数据库表 包括联系人表 以及分组表 和分组表与联系人之间的联系表 然后呢 我们执行插入数据 在这里我们看到 插入数据呢 就很简单了 就不需要使用SQL查询语区 而直接使用contact来出此化这个类 并且呢 调用这个类的塞误方法 就将相应的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了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ct 它是一个字典 然后呢 我们通过两个信号 来将字典 拆分成为关键子参数 这样呢 它就为这个类相应的实力属性 进行了复制 同样道理 我们使用for语句 将分组的数据插入到数据库中 也使用group建立对应分组的类 然后调用它的代务方法 让它保存到数据库中 并接着 我们通过info这个函数 也就是我们前面定义的这个info函数 从数据库中将上面插入的联系人以及分组数据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对联系人的查询进行测试 以及呢 将联系人参加到相应的数 首先我们使用contact硕实化一个联系人类 然后呢 指定它的name等于tom 调用这个contact类的loadfromname 也就是通过姓名从数据库当中载入数据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contact这个类 它的所有实力属性就具有了相应的值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类通过调用这个类的add to group 将这个联系人添加到主案 同样呢 我们首先初始化了一个contact这个类 这个类的实力属性我们没有给它复制 然后呢 通过这个类的load方法 传入这个1作为ID号 然后呢 从关系数据库中将持久化的数据载入到类中 然后呢 我们再调用它的add to group 添加到主1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又将这个ID号为3的 添加到主2 将ID号为5的也添加到主2 然后我们查询所有的联系人 通过这个for语句 然后调用contact这个类的all方法 这样呢 我们就查询获取了所有的联系人 然后查询所有组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group这个空的这个类 group这个类的all方法来获取所有的组 这样呢 它又将所有的组数据进行了返回 紧接着 我们查询指定组的成员 首先在这里建立了一个group这个类 实力化了一个group这个类 然后它的名称为家人 然后我们调用group这个类的load from name这个方法 将数据库当中 家人组的将用的信息从数据库中取回 然后呢 复制给group这个类的所有的实力属性 然后我们试图通过组来添加成员 也是调用group这个组的方法 add contact 将第四也就是ID号为四的这个联系人 添加到这个组中 然后呢 我们通过调用group这个方法的all contacts 获取当前这个组的所有的联系人 并且呢 将它输出 最后我们显示的是删除组成员 那就是从group当中调用delete contact 就是将id号为五的这个组成员呢 从组中删除 然后我们显示通信录的所有的内容 并且接着演示的是删除联系人 也就是首先我们实力化了contact类 以它的id号为五 因此下面调用delete的方法 实际上就是删除id号为五的这个联系人 然后呢 我们再显示所有的信息 最后我们是删除组这个测试 删除组测试和删除联系人测试 它的代码是比较类似的 因为它的方法也很一致 那就是使用load2 那么就是删除第二组 然后呢 调用它delete的方法 将它从数据库当中删除 最后呢 显示所有的分组 以及联系人的相应的信息 这就是对这个通信录的 后台的程序进行测试 当然 如果我们要需要建立一个 比如web端的这样的项目 比如使用web来进行访问的通信录项目 我们就可以在建立前台以后 直接访问 直接使用这个模块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道理 如果我们需要建立一个GUI 也就是复兴化的通信录程序 我们也可以将它当作是后台程序 通过这些方法来进行访问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程序 运行它 由于这里面插入 以及新建数据库 删除数据库很多 所以呢 它的运行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 这里显示为6.1秒 通过运行这个程序的输出 我们可以验证这个程序的正确性 这里我们就不再仔细去看它了 下面我们接着看 除了使用 CircleLite3模块来访问数据库以外 我们还可以使用 CircleAlchemy这种 对象关系影射库 来实现这个基本的简单的通信录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当然 我们要使用CircleAlchemy 和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首先要定义模型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访问就可以了 注意 在我们使用CircleAlchemy来访问这个数据库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前面所讲的MirrorDB这个服务器数据库 它的默认字符集为拉丁1的 所以呢 为了不乱码 我们应该将它改为UTF8 具体的操作是在MirrorDB的配置文件中的 MySecurity这个下面 添加一行 CharacterSetServer 也就是将它这个服务器的字符类型 这次称为UTF8 这样呢 我们插入中文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出现乱码 下面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CircleAlchemy来定义的模型 以及如何进行访问 首先我们要启动数据库 然后呢 打开程序 这个程序呢 就是我们为这个基本的简单的通讯录 而定义的模型 当然 首先我们需要从CircleAlchemy这个库中 导入相应的功能模块 然后呢 我们定义了DBNAM这个数据库的连接字符串 只是这个模型 它所使用的数据库 以及它访问数据库的模块 然后我们和前面讲的一样 定义一些模型 第一个就是使用Table这个方法 来直接定义一张中间的联系表 然后呢 建立联系人的这个模型 也就是Contact 那么这里面呢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和我们前面自己定义Contact 比较简单的多 实际上呢 就是建立相应的列 具体的方法 我们在前面呢 已经讲过了 然后是定义模型 Group 那么实现了 对于分组数据的保存 同时在这个里面 我们定义了 这些类之间的关系 使用relationship 来定义关系 然后我们定义好这些类以后 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操纵 SQL查询语具 来查询数据库了 而是呢 直接通过SQLalchemy 它的查询方法 来实现对数据库的查询 所以这个后台显得呢 非常简单 只有模型的定义 其他的呢 都没有了 然后我们看 同样在组程序中 我们也可以对这个后台进行测试 首先定义相应的测试数据 首先是联系人的测试数据 以及分组的测试数据 和我们刚刚讲的是一致的 然后呢 我们建立与数据库之间的连接 获取绘画 初始化数据库 由于这里面呢 我们签面自己在课试的时候 已经建立了数据库 所以呢 我们要将数据库中的这些表 全部删除 就是调用 self all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再调用cred all这个方法 来初始化数据库 建立相应的表 紧接着我们直接插入数据 那么插入数据 这个时候我们直接 使用session at 再生这个绘画的 add的方法 然后呢 使用contact 同样的我们通过拆解字典 来将所有的字典中的值 拆解成关键的参数 传给contact这个类 这样呢 它就初始化了这个类 然后呢 我们就将它插入到数据库中 同样的 在这里面仍然使用绘画 来将所有的组的相关的数据 插入到数据库中 最后呢 我们调用绘画的commit这个方法 来进行事物提交 然后我们从数据库中 来查询获取这些数据 那么查询的方法 仍然调用绘画的cred这个方法 然后传给它的参数 是模型contact 然后使用all这个方法 返回所有的对象 紧接着便利这个对象 将这个对象的ID 以及nam和电话号码等等 全部查询 并且呢 打印出来 同样呢 我们对所有的分组数据 进行查询和打印 最后是我们查询联系人 并且呢 添加分组 我们看到查询非常简单 这里呢 就不再需要使用 SQL查询语句了 而这些SQL查询语的产生 都由SQLAlchemy 帮助我们完成 所以呢 我们就在写这些类的时候 就是模型的时候 是不需要写SQL查询语句的 后面 实际上呢 它的基本操作 和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操作 都是一致的 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运行一下 这个程序来进行测试 首先 初始化数据库 然后插入数据 我们看 插询的速度 也是非常快的 在6.3秒内完成 它的数据的输出 我们通过研究 这个程序的测试 以及数据输出 会看到这个程序 它运行 是否完全正确 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一个个去检查了 那么通过对比 我们前面编写的 使用SQL3数据库的模块 使用 通过我们前面编写的 直接使用Python标准库中的 SQL3模块来操作数据库 和SQLAlchemy 这种对象关系影响模型 来操作数据库 我们可以发现 在使用对象关系模型的时候 我们不用自己管理连接 所以呢 非常方便 也不需要使用 这个查询语区 来进行查询 而且呢 它模型的定义复杂度 显得呢 非常简单 那么它的代码总行数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不计算这个组程序的话 它的代码长度 是非常短的 是有27行 而我们刚刚 自己定义的这个代码长度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总共有280行 那么也就是 相当于它的10倍左右 因此我们使用 对象关系影响模型 可以加快我们的开发效率 那么本节课的作业 那么你可以使用 比如设定一个web端 或者是使用gui 也就是图形化的用户接口 通过这里定义的后台 建立一个 基本的 供应用管理程序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